哈喽,我是Sheryl,想知道真实的加拿大,记得关注我哟 昨天发了个超市的视频,这么多朋友说原来喜欢看我逛街是因为很解压呀 那今天再来给大家解个压吧,今天我们不逛超市 来逛逛另一家winners,相信关注过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前段时间也有来过winners 这是一家加拿大连锁的商店里面有很多衣服啊,饰品啊,香包啊 鞋子啊,等等,但这家店呢,它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各个牌子的一件两件这样 然后就会比平常价格会便宜很多,你看这个包才160块钱 这家店的码数款式还有牌子都不定的 并且每一个不同的分店它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完全就是靠你自己运气,还有你要花时间去慢慢的逃 我在这种店里面呢,其实也逃过好几件好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很喜欢逛了 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看起来就好乱的 一点都不想逛,很像那种二手市场一样 但其实都是全新的哟 之前呢,还有朋友问说,这种店是不是都是那一些就是过季的呀 那肯定是过季的呀 因为加拿大吧,我觉得过不过季其实都差不多这个样子 毕竟这种价格要啥自行车呢,你说是吧 像我今天来的这家店呢,它卖了好多裙子啊 这个比我在其他店里面看的连衣裙要多太多了 找到了一件哥伦比亚的算是外套吧,运动外套,女装的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挺划算的,只要40块钱 它还有其他的外套,都要自己这样子一件一件的逃哦 你要自己看看喜欢什么 然后有MK的一个T恤,原价88,这里只卖30 还有这边有一些就是CK的衣服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大家看着自己的喜好吧 原价79,现在卖30 这里呢也有一些泳衣卖,其他店好像现在泳衣好少了 我之前在Windows就淘到过一套泳衣 刚好是我的马,而且是我喜欢的黑色 我就一看,诶,这个牌子我知道啊 原价一套要差不多200加币 Windows只卖30块钱,可能贴标签的人也不懂吧 所以我赶紧买了 这边有这个Polo,拉夫劳伦的Polo扇98块5 那这里是卖40块钱,嗯,还可以吧这个颜色 然后我又找到一件哥伦比亚的外套 那这是男装的大马,它好厚啊 只要40块钱,你看看这个厚度 真的是刚刚的呀,可惜我不是男生 其实我很喜欢男生的衣服 只是大马,对我来讲也太大了 这边是衬衫区,这边黑色的这一件 红的这个就算了,我们就略过 需要可以去淘淘哦,这一件是拉夫劳伦的 就是40块钱,也是很划算 除了衣服以外呢,还有这些家居用品啊,生活用品等等 像这边也有DKMY的这些放牙刷,还有装洗手液的 看一下这些多少钱呢 15块钱一个,我喜欢这种上面的就是比较白白净净的 也会好看一些,也百搭一些 那这边也是还有其他牌子的 这个是个啥啊,这是一个罐子 反正家居用品挺多的,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洗衣篮哦 我觉得它这个洗衣篮都好漂亮,也好可爱呀 要是买回家,感觉心情也会很好,看这个灰的 它上面写着是洗,然后烘干折叠,挺可爱的 还有碟子,这些碟子软呢,你看里面外面都不同样子 我觉得也挺漂亮的,这个应该是杯垫吧 也是挺民族风格,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餐具啊 这个是拿来装咖啡的,就不打开了,是一个瓶子 然后还有一些杯子 反正我觉得,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在winners慢慢逛逛挺好的 没时间的话来逛这里,我会觉得有点烦躁 因为找不到东西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记得关注我哟 我们明天见,拜拜